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的毛衣穿搭真适合普通女孩,虽没什么亮点。 不管到什么时候,毛衣都是秋冬季节中不可忽视的服装, 尤其是在秋冬的季节,既能保证穿搭的温度感, 同时还能塑造出亮点,展现出十足的气质, 是很多人过冬时穿的主要服装之一。 或许在以往的时间里,毛衣是很单调很沉闷的存在, 可是时尚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发展的脚步, 会带动每一件服装的兴起,就连毛衣也不例外。 可以说现在的毛衣是很精致的存在, 不管是从外形、元素或者款式上,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调,根本不存在。 时尚达人或者明星等,对毛衣也展开了新的时尚穿搭, 从以前的单穿内搭,到现在各种新兴的花式穿法, 都会显得很别致很生动, 视觉上看也不会有任何的单调感。 不过若是你对毛衣没有任何的要求, 偶尔的单穿也能彰显出时尚与潮流感, 就像杨子的穿搭那样,一袭黑白撞色的毛衣加身, 既能展现出魅力还能塑造出腔调, 穿搭上也十分的有韵味, 所以从中也能看出,杨子私下穿的可真清纯, 穿基础款毛衣像林家妹妹,也太嫩了。 可即便是这样,为什么很多人在穿毛衣的时候, 还是会显得很单调很素雅, 甚至是没有一丝亮点? 其实都是没有掌握相应的穿搭方式以及技巧, 才导致穿搭上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怎么穿毛衣才不会显得老土, 学杨子的穿搭技巧,轻松凹出少女感? 如何选择毛衣以及穿搭技巧? 基础款毛衣简约大方 不管到什么时候, 基础款毛衣永远都是很时尚的单品, 它不仅能够让大多数人都能驾驭起来, 在穿着上也更能够体现出气质与时尚感。 同时针对基础款毛衣本身来说, 可能本身并没有什么亮点, 可它在穿着上依旧能够释放出自己的光芒, 也是很不挑人的服装, 怎么穿都很时尚, 不显突兀。 拼接拼色更耐看。 不过若是觉得基础款毛衣在穿着上, 或者在视觉上看有些单调和普通的话, 那么也可以在服装上增加一些元素, 例如拼色就显得很不错。 黑色与白色相间, 能够擦出时髦的火花, 穿起来也不会很单调很素雅, 在拼色中又加入了字母印花元素, 点缀起来就会显得很前卫, 也会显得服装很潮酷, 比较适合年轻人穿。 适当的通用配饰点缀。 此外, 在毛衣的整体搭配上, 可以用一些适当的配置进行点缀, 例如包包、丝巾、墨镜以及帽子等等, 都体现出层次感。 同时这些配饰也可以适当地用亮色进行修饰, 不仅能够避免穿搭以及毛衣本身的单调感, 同时也能够释放出个性与时尚, 塑造出穿搭的魅力, 也增强服装的造型。 搭配牛仔裤优雅时髦。 针对于毛衣的穿搭来说, 它几乎是不太挑剔的, 不管是羽长裤、短裙还是其他的服装进行穿着, 都会显得很有气质。 当你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 不妨用一条牛仔裤进行装点。 黑白拼接的毛衣加上黑色牛仔裤, 体现出年轻人的时尚感, 穿起来也会很轻松随性, 一点都不束缚, 所以也能看出羊子不穿礼裙的时候更像林家妹妹, 穿毛衣好清纯, 像18岁少女。 不同的毛衣穿搭示范。 白色V领毛衣加黑色紧身裤。 随着时尚的发展, 毛衣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多改变, 即使是白色的毛衣, 也不会显得那么单调素雅。 V领的款式加上修身的版型, 能够体现出穿着的魅力, 同时, 撞色线条的加入, 也避免了服装的单调与沉闷, 相反更能够体现出吸睛与焦点, 作为小面积的点缀也更加合适, 下身搭配一条黑色的长裤, 上白下黑的穿搭方式很有层次感, 对普通女孩来说很友好。 红色宽松高领毛衣加黑色紧身裤。 很多人在毛衣的穿搭上, 似乎都比较喜欢宽松的版型, 大概是觉得能够穿出慵懒与时尚感, 重点是具有一些很好的包裹性, 穿起来没有那么的束缚。 红色的毛衣搭配高领款式以及宽松的版型, 都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穿, 具有较强设计感的下摆, 也着实很吸睛, 搭配一条黑色的紧身长裤, 穿起来能够体现出不给予个性, 作为日常穿搭也很OK。 白色条纹毛衣加蓝色破洞牛仔裤。 若是不喜欢纯色的毛衣, 其实也可以运用一些元素进行修饰, 例如条纹就是不错的选择, 不同色彩的条纹点缀在毛衣上, 似乎也不会显得很夸张, 同时蓝色、黄色与红色之间, 色彩的碰撞也显示出了层次感, 搭配在白色上更加的耀眼。 下身选择一条蓝色破洞牛仔裤, 很常规的穿搭, 却显示出了很精致的时尚感, 穿起来潮泛十足。 总体来说, 杨子的毛衣穿搭很适合普通女孩, 虽然没什么亮点, 但轻松舒适还减零, 一点都不老气。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订阅。